当然你当然讲的很对 因为有这样的工作经验 你自己插入这个行业之后 你会更知道什么叫专业 对 虽然表现不见得很百分之百的专业 因为每一件事情当然都会有小小的瑕疵 可是至少你心里很会体会工作人员的辛苦 对 所以刚才我的那个宣传哥哥的跟我讲说 他觉得他跟人家讲说 霍建华其实蛮好带的 因为他自己做过他们的工作 所以他会清楚整个状况 然后他会清楚说 大家其实在帮他 不是要害他 所以我觉得那段的磨练真的让我有这个体会 所以我对我的工作人员都很好很好 我都把他们当很好的朋友 但是中间你说 五六年是中间又去当兵是不是 对 家当兵 那时候当兵的时候本来是放弃了 就是说回来就很频繁的做一个上班组什么 一般的就好了 不要那么跳的工作 对 那后来是有个朋友他觉得说 其实是有一 怎么讲啊 我心里还是有想当歌手 没有放弃 但是因为被环境打败了 就说你当兵的时候你能想什么 你什么都不能想 所以那时候快退伍的时候 我朋友就推荐我去试镜 有一个戏 我本来想考虑要不要去 后来想说试试看吧 就去 就一去以后就就开始用我当演员了 就开始这样子 嘎戏的生活 这很顺利啊 这没什么 不是啊 但心里面还是想当歌手啊 那部戏是这样子的 这小孩真是没有 那部戏是这样子 为什么我去演 因为他们说那部戏只要你演了 那个原生戴就是你唱 哦 还有这个条件 对 很好啊 对 我是被这个条件吸引的啊 我不是真的想演 我是原生戴的部分 这小孩真是难搞 对啊 这个制作人是哪一个制作人 李烈 烈姐 他看上你 他用这个来诱导你 他知道你不想演对不对 对对对 他们知道我喜欢唱歌的 所以他们这个诱导我 就是这部摘星 对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 对 所以在拍那个MV的时候 其实是你最投入的时候 对不对 那时候是最开心的 而且旁边又有企划 那个在照顾你 怎么 那时候就觉得 哇 我的梦实现 对对 但是其实没有实现 当年一波三折的歌星梦 让霍建华在演艺路上 有如喜三温暖 而当年让他闯出 一番成绩的动力 竟然是因为当兵时 被女友兵变后下的决心 不过坦言自己有恋母情节 也交往过年纪较大的首女 霍建华甚至没有因为 自己帅气的长相 在情路上占到任何便宜 不但常常被女朋友甩 甚至还曾经糊里糊涂 成为别人的第三者 更被女方的正牌男友 狠狠地修理了一顿 面对这些感情上的挫折 霍建华不但开始害怕谈恋爱 更把他不满的情绪 发泄在某些特定事情上 他后来进入中场工作的角色以后 他情绪是可以很放进去的 那时候很放进去以后 他就会乱改我的台词 那台词大概讲的意思 你在这边干什么 还不赶快回去 如果不回去的话 我就只要那样之类的 那天我们看台词 都觉得怪怪的 因为他变成讲的就是说 你在这边干什么 还不赶快回去 如果你不回去的话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很像台语剧 或者是那种古装剧的那种 我做鬼也不会跟你放一耍 千金也是啊 拍个浪子 然后他跟你委屈在树下 就听到他们讲说 你来啊 你来抓我呀 我扮狗咬你哦 荧光幕的时候 我觉得他好 好惊哦 反正私底下的时候 我倒觉得他是一个 很解放的男生 他常常就穿个短裤 或穿个睡裤 然后甚至穿个睡裤 他也可以出来买东西 他常带他妈晚上 周六周日 牵着他妈的手 去吃晚餐 早上我起来上厕所的时候 忽然奇怪 早上我的脚怎么 踢到一些东西啊 一看 奇怪霍建华怎么倒在 倒在那洗手台下面 而且全身 只做一条内裤 我说 没关系你喝醉了 那我帮你扶起来 然后我们到房间睡 他坚持不肯 他坚持不肯 他硬是要睡在那冰冷的 那个浴室的地板上面 后来我发现 他还蛮爱睡那边的 因为事后 还有印象几次 还是睡同样位置 他很喜欢看我玩 一个PS2的篮球 赢了我之后呢 然后继续给我 继续给我一些 言语上面的刺激 哥 你今天状况很不好哦 你要加强一点啊 你赢我会很高兴 你不想说高出不胜寒啊 他常常用这种方式 来发泄他 工作上面的不愉快 你哥哥应该很羡慕你 怎么讲 你有发泄的方法 我哥就是我发泄 工作压力的一个管道 很特别 你怎么觉得 你跟你哥哥怎么好成这样 我不晓得 其实这几年才有了改变 以前 以前没有 以前因为我年纪差太多了 我跟他差了五岁 他在干嘛 我哥是警察 等一下 你刚刚说那个人是警察 看不出来吗 有这么时髦 我还以为他在 他也在经济公司上班 做主管的 他是警察 他是警察 因为其实他都是 默默的在关心我 我觉得 感觉不到 他不会跟我讲 他从来不跟我讲什么 但他就是默默注意你的行为 对 你看他讲话 也是很多表情 其实我觉得他才要当艺人 我跟他整个烦了 他刚刚那个挤没弄 对啊 我刚吓一跳 对 我变着镜头 我会害怕的 他怎么那么 open 对 你进这个行业 他赞不赞成 他 他说是爸爸带着你 对不对 爸爸本来要我当军人 但我不要 我是 我是没办法接受那种 很 那你哥哥当警察 是你爸爸要他当的 对 有一部分是希望他当 所以他想说 军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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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可是你的长相 怎么可能军人 没有 我的个性 可以来漫画的军人 我就这样 你们家真的很有 很有爱 你父母的教育 其实 还好啦 我觉得还好啦 好像爸妈比较严厉一点 也没有 就是他们可能 在我比较小的时候就分开了 他们跟妈妈手牵手去吃饭 就是我 有时候假日的时候 会带他出去吃饭 然后在街上就会搂着他 我觉得我 怀疑是不是有练母亲节 跟年纪长女生在一起 你舒服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 他不会要求气氛 一定要多嗨 超过最大的是大人几岁 几岁头的不会喜欢我 感情上 不是那么顺遂 他们讲 对不对 而且还真是被打 很惨的 一直被摔 当兵那一段吧 想要跟人家比 没办法比 对 所以 他会有另外一个选择 所以我心里面就觉得说 我退伍以后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很努力 让他后悔 你父母的教育 其实 还好啦 我觉得还好啦 好像爸妈比较严厉一点 也没有 就是他们可能 在比较小的时候就分开了 对 所以其实 所以你现在还常陪妈妈吃饭 会啊 有空我就会 你妈妈很漂亮 我刚看到 真的吗 他们说你常跟妈妈 手牵手去吃饭 就是我 有时候假日的时候 会带他出去吃饭嘛 然后在街上就会搂着他 然后我就会对他说 你是我唯一可以在街上搂着你 特别是现在对不对 对啊 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就是说 为人子女常说要孝顺孝顺 其实就是陪着他 然后可以跟他闲话家常 然后可以跟他相处 让你自己也觉得很开心 而不是一种应付 对 我想你说你内向 你可能比较没有抗压的能力 可是在碰到亲人这种相处 一个哥哥 一个妈妈的时候 反而是你很自在的时候 对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比较喜欢年长的女人 我觉得我受我妈的影响很大 我觉得我怀疑是不是有恋母亲节 真的啊 你教过最大的是大人几岁 四五岁吧 四五岁还好啦 但是我真的会欣赏真的比我大很多的女孩子 你一直以来都是 对 你觉得年轻的怎么样 年轻的女孩子不会喜欢我 怎么会 我就发觉到了 七字头的不会喜欢我 人家说霍建华 你一定有很多小妹妹喜欢 对 错了 为什么 我太闷了 他们喜欢嗨 他喜欢开心 喜欢有很多话题 对 如果跟我的话 没有话题 那等一下 那你觉得年纪长的女生 我必须要 你觉得你跟年纪长的女生在一起 你舒服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 但是他不要求气氛一定要多嗨 但是我们可以聊 好可怜 但是我们可以聊一些内心的东西 真的是很内心的东西 你听说还常被人家甩的 一开始是很惨的 一直被甩 人家以为 人家以为我都很顺 错了 完全不顺 哇 原来帅哥 帅哥不成的 完全不成的 照不住的 照不住的 感情上你最难忘的是哪一段 应该就是当兵那一段吧 那一段好像打击很大 打击很大 因为你人在当兵嘛 当然 你的条件当然不如外面的 这是我可以理解的 当兵前认识的 当兵前认识的 兵变就是了 也不要称为兵变 我觉得这样 讲有点难听 但是 就是这个意思 兵变很难听吗 兵变很普遍耶 不是啦 对啦 但是 我现在都很能体调 那不是他的错 对对对 因为当兵嘛 变化了 变化大 跟人家比 没办法比的 对 所以 他会有另外一个选择 所以我心里面就觉得说 我退伍以后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很努力 让他后悔 我不是让他后悔 我要让他知道说 其实霍金华是可以的 对 所以那时候